是 下一位是張宇人議員 主席 我想先申報 其實我是預備去組織公司處理食肆的廚餘 亦都跟政府很多部門談過 所以不等於現在我繼續去做 因為政府在冷水 連投資的錢我剛才跟同事說都差不多走去洗軌買 但如何以我的數字來看 我也想剛才李卓人問的問題 就是剛才副局長說 這個資源回收中心 如果我沒有聽錯 這15億是做200噸的 說每天 副局長說希望找多三個這些位置 再去做多 即加上做800噸 我們其實一天就是三千多噸的儲餘 所以離大家想的目標其實很遠 所以也都以我去做投資一個項目來看 做200噸要15億 我相信就是我們私人去投資需要到的5倍 即我3億已經應該搞得到 做200噸 現在政府就要到15億 我沒有看它的細數 但是私人企業肯投資去處理自己的儲餘 政府現在要求這個15億處理200噸 我覺得這個數字其實是很驚人 那副局長我想問一下你 這個15億就只是一個叫做 怎樣說 一會兒我的同事又說我好說英文 這個是capital cost 對不對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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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你還要 是不是都要繼續來和我們拿錢 去每天要處理這些儲餘 是要繼續來拿錢 即我很怕 即我們見過當年的排污 即你們的局和你的儲 就是洗濕了我們的頭 就經常來加錢 那一我有理由相信這個15億 分分鐘就遲一下你說要加 接著就做了這個 你又再來問我們拿錢 年年可能要多一百幾十億去處理這些儲餘 你每天處理200噸都還要錢 那其實這些數字 你是不是應該 如果要有這些數字 你應該要整盤數 即拿來給我們看 還是你有拿到 不過我沒有看到 不過現在我看你的數字 要這15億 其實是否包括 未來的二十年的每天 處理這二百噸的儲餘 還是還是你另外再要問我們拿錢 局長 你的資本投資 可以介紹一下你的想法是怎樣的 是 主席 我叫阿歐先生 他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的財政的安排 即 financial arrangement 歐先生 歐先生 是主席 就是那個十五億這個 是一個建築的基本成本來的 建築成本 建築成本 那些文件裡面 第十八段都說了 就有經常性開支 就是七千二百萬 這是有經常性開支的帳目裡面出的 那我們今次的合約 是一個設計建造營民合作 那就是基本上那個建造的費用 已經今次裡面是包括了 對不起 那些數字慢 二百噸一日 七千二百萬一年 這個當然是說是多少錢一噸 運作費用方面 要計算大約是九百多元一噸 但是這個運作費用 就比起其他同類處理有機費物的話 相對上都是有經濟效益的 例如一些小型的廚餘機 那間處理一噸的廚餘的話 那間是二萬至三萬元一噸 那所以已經有經濟效益在 你可以省下任何時間 這個你再問另一转 下一转